电视台8号的报道 苹果公司在即将上市的新机型iPhone5中 换掉了大部分三星生产的核心零部件 有媒体分析称 这可能是苹果在与三星的专利大战当中 打出的施压牌 在此前的苹果iPhone产品中 约占总价40%的零件都是由三星提供的 特别在智能手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应用程序处理器 储存芯片 闪存 以及电池等大部分核心零件都来自三星 然而 即将于本月12号发布的 iPhone5中的零部件却大不同于以往 储存芯片和闪存的供应商 由三星换成了韩国SK海力士 日本耳必达和东芝公司 而电池则换成了中国的ATL和日本的三阳 电子业界人士分析称 苹果正在多个国家与三星展开一场专利大战 随着两家公司关系恶化 苹果从去年起就不断减少 给三星电子的零部件订单 以新机型iPhone5为契机 大举更换了原来由三星提供的零部件 但也有韩媒指出 这种情况对三星并不一定是坏事 其Galaxy S3手机刚上市一百天 就销售了近两千万部 这种激增的销量 使三星为自己供应手机零部件 也感到吃力 我们这种东西的零部件订阅